印度想要取代中國大陸嗎 告訴你不可能 這不是我們說的 印度智庫全球貿易研究倡議也說 印度現在要推什麼 新能源車 投資 我們印度不錯 他就提到中國大陸企業 可能是主要受益者 然後印度斯坦時報還說 我們現在對於外國電動車 有條件優惠的減免 3.5萬以上的電動車 可以進口關稅降到15% 那就開始說中國大陸企業 你趕快來投資 但賴老師提醒了 你不要上當 另外再來看到大摩 他講了一個大實話 印度經濟不太可能達到 中國大的增速 曾經8-10%的增速 遠遠不能取代中國大陸 在全球製造業的地位 印度的經濟規模 嚴格上來講還是小的 因為它的14億人口 人均所得太低了 所以它的經濟規模是小的 那經濟規模這麼小的話 它以這麼小的經濟規模 你增加8% 坦白說總量並不大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假設你用1萬億好了 1萬億你8% 那也不過就是這個800億嘛 800億對 8000 8000億 好 8% 那你如果是 數學很差 對 我數學我也跟你一樣很差 好 那如果說假設你今天是 一個是1萬億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是 800億 800億嘛 就是說你如果是1萬億的話 你的8%就是800億對不對 對 那我如果是20萬億呢 那我的5%呢 20萬億 1萬億 1萬億 這太難了 1萬億就比800億多多少 9200億沒有 好 對 反正就是量體大 大白話就量體大我增加一點點 比你量體少了8還要多啦 那你印度要追到中國大陸這個水平的話 那三四十年 當然中國不能睡覺了 對啦 不會 中國必須要維持中國的速度 那還有就是中國不但要追求速度以外 最近在提出薪質生產力 就是質量在拉高 一個是速度 一個是質量在拉高 那這樣的話當然天下無敵手 對 因為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那一個是速度這麼快 一個是質量一直在拉高 那坦白說 你世界各國不只是你印度搖搖追不上 坦白講 你歐美的國家都會被中國大陸全部擊敗 美國都快要被擊敗了 絕對會被擊敗 中國大陸其實就是要擊敗歐美的國家 而且擊敗以後也不會睡覺 還是會繼續再拉大距離 拉到你們永遠追不上的距離 但是到那一天 中國還是不會睡覺 為什麼 因為中國曾經受過兩百多年的屈辱 是 學到教訓了 我們已經學到教訓了 生於安樂死於憂患 我們永遠會抱著憂患的心 不敢再輕忽 因為乾隆時代 當時滿清這個多強大 結果驕傲從此以後一步一步衰敗 到最後被外國人侵略 對 所以我每次去北京 看那個儀和園園圓明園都感慨很多 當年是多麼的好 但東西都流落在海外去了 好 不管怎麼樣了 你可以看到說什麼 印度啊 你真的不要想跟中國大陸比 因為大陸比的是美國是歐美 另外再來看到 所以大魔就開始說 你不可能取代中國大陸 更別說歐洲智庫也說 印度是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國家 你看世界沒有像你那麼大的 印度全國最富有1%的人士 佔了他們收入22.6% 然後更別說印度還肖像怎麼樣 不只想要贏中國 還要搶中國大陸的領土 譬如說外長就聲稱 就藏南地區這個地方 阿努那恰爾邦 說是印度天然組成的分子 這就是中國藏南地方 中國大陸當然說對此堅決反對 然後最近又看到說在中印的邊界 結果印度居然在拉達克增兵1萬人 嘴巴說跟你在那邊軍談 結果又徵兵然後又搶藏南 中國也跟印度釋放出一個訊息了 也就是說中國沒有掉以輕心 對於印度成立18軍 然後又徵兵1萬人 又打通隧道 要把兵力往這個邊界的地方投送 就是藏南這個地方投送 中國沒有睡覺 也就是沒有掉以輕心的情形下 中國大陸也播放出一個視頻 就是在以邊界線上 中國的這些邊防軍 他本身的野戰的實戰訓練 那這個就是告訴印度說 你來試看看嘛 你來試看看 那看到底誰能打吧 我覺得以印度來講的話 不要壞想也不要做夢的 大陸不會讓印度佔有中國的一寸土地 即使你今天佔了 明天就把你打回去 對 你敢佔 我覺得這個情況來講 就是告訴莫迪 就是你這個心 你這個狼子野心 你就放棄了吧 因為你永遠不會實現 為什麼 那是我們的 我們的就永遠是我們的 即使美國現在違反正義 胡說八道 我們也不在乎 因為對於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 信口雌黃 信口開河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根本就不在乎 美國常常怎樣 雙重標準嗎 比如說之前對於南海這些 島嶼的主權 原本是支持是中國的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說 這邊是擁有的主權之後 就開始說這些很多是菲律賓的 美國希望在中國大陸周遭組包圍網 比如說三海 想要包圍中國大陸 但是這第一島鏈 大陸早就沒有 看在你的包圍網裡了 但是美國就希望東海 台海到南海 想要圍住中國大陸 但是針對這些 中國大陸早就有底氣了 我們先來看看韓國 這有意思了 韓國民主黨的黨魁李在明說 尹錫悅 你為什麼要刺激中國呢 大陸跟台灣的問題 跟我們韓國到底什麼問題 他就痛罵了尹錫悅 另外再來看到 這個是美日安保 現在要擴大 要拉日本來抗中 金融時報說 美國跟日本計畫 在美日安保條約 進行1960年簽署以來 最大的升級 又是要怎麼樣 抗中 中國大陸的威脅 然後就開始說 要加大他們兩軍的協調作業 重點就是 要讓駐日的美軍 有更多的指揮權 跟控制權 然後還說 因為以前日本還需要 跨十九個小時 跟印太司令協調 這樣太麻煩了 4月這個安田文修 跟拜登見面的時候 就要來公布了 是這樣子 因為日本現在跟美國 所訂的這個安保協定 它的指揮權 都是在印太司令部 那指揮權在高一個層級的話 其實高一個層級的長官 他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會比較看全面 對 也就是看整個太平洋地區 的一個戰略格局 另外因為他的層級高 他直接通五角道下 對 五角道下直接的這個部長 可以直接參與 這個國家的安全會議 所以他們的訊息是 第一時間的 對於政治軍事的訊息 都掌握得比較準 那如果說今天 他們把這個印太司令部的 這個權限授權給駐日美軍 的司令的話 那這樣的情形下 這個駐日美軍的權力大 而這個駐日美軍 如果出現一個偏執狂 或是出現一個 這個過度親日本的 或者是日本 對於駐日美軍的這個司令 給予很多的照顧 甜頭 例如說我們都知道在戰後 當時美軍開始 開始去殖民 不是殖民 開始去統治 這個日本的時候 美國的軍隊到以後 日本的政客 把很多他們的女孩 送到這個美軍的房間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日本人在這方面 是很有經驗的 他們知道 美國的大兵想要什麼 拜託之前 那個日本啊 不是去見川普啊 然後呢 還那個很開心嘛 跑過去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會很會去 事後這些日本的 美國的這些軍人 如果把美國的軍人 事後得好好的 然後那個美國的官員 本身犯的錯呢 對 例如說他沒有看清楚局勢 然後他在東亞這個地方 跟朝鮮 或是跟中國大陸 產生的衝突直接打起來了 這個是很難說的事情啊 所以我們在觀看的就是說 這一次美日的安保中 因為日本一直希望 把他的這個 美軍的指揮官 變成四星 對 四星 上將不再是三星 那這樣的話 就等於是跟 這個印太司令 是平起平坐來 都是四星耶 那這個 好像有點問題吧 所以我們在看的是 拜登最後怎麼做決策 看了就是印太司令 要不要把這個權力下放 對 一旦下放的時候 一旦爆發了衝突 風險管誰 那個歸誰來管 另外韓國的問題是這樣的 李在明一直看不懂 你尹錫悦 為什麼一定要跟著美國走 沒錯 你一直跟著美國走 只因為你可以到這個白宮 去唱美國派 然後吃了一頓晚宴 然後去參加大衛營的這個會議 你就可以把韓國的利益 丟成這個樣子嗎 也就是你為什麼要去 介入台海之間 而且你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本事 有什麼籌碼 去介入台海之間的問題 跟南海的問題 那問題就在於 你介入了 你韓國得到什麼 然後你的介入 就是一張嘴介入 你又不能真的來出兵 然後問題就在於 那你韓國得到什麼 結果搞得中韓之間的關係變壞 然後貿易就越來越糟 因為中國大陸就說好 那你隱習越這樣玩 那你就繼續玩下去吧 沒錯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事實上對韓國的利益 到底在哪裡 他是提出質問 但是隱習越的反擊 也很不客氣 真的啊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們就開始說 你們這個態度也有點像 民進黨政府 只要在野黨 台灣這邊國民黨 比如說 跟習近平主席想要見面等等 馬英九 你就說你怎麼唱和中國大陸 比如說夏立援去中國大陸訪問 都是同樣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執政黨 這個隱習越政府就開始說了 李在明的發言 證明就是對中國大陸屈從的態度 前外長普正說 這叫屈從序外交 沒有辦法維護韓國的國家利益跟國格 台灣的問題是跟你國家利益有關 好 那再來看到是說 菲律賓也是呢 有攸關怎麼樣呢 你到底在想什麼呢 來看到最近啊 中國大陸副外長也跟菲律賓的副外長呢 有這個通電 叫你懸崖勒馬 然後呢 中國大陸駐飛使館 也對呢 菲律賓日前非法闖到仁愛昭 對他進行嚴正的交涉 然後菲律賓的國安顧問竟然說 哎呀 中國大陸海警用水砲 驅禮我們 我們不會被嚇倒啦 然後外交部發言人就說 你們這種強行衝撞 真的是齁 中國大陸海警在這邊是正當的做法 就沒想到呢 菲律賓國防部長還說 我們要挑戰中國大陸 把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主權訴求 提交到國際仲裁 最近啊 菲律賓真的鬧很大 不斷來鐵線交 鐵線交在哪裡 在中葉島 中葉島我們以前 怎樣是我們中華民國熟的 結果呢颱風天 1971年的時候 我們回來太平島駐守 然後呢 美國就不讓我們再回到中葉島 因為被菲律賓奪走了 賴老師你怎麼看 中葉島你不要逼中國 給它收復回去 我覺得現在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是 中國的克制 截制 如果過度的話 對於菲律賓來講 它會視同視軟弱 對 那 美國在後面給菲律賓撐腰 然後 事實上我相信 這一些損失或是什麼 可能都是美國在買單 因為菲律賓 或是叫日本買單 所以對菲律賓來講的話 就是說 反正你也不敢怎麼樣 那了不起就是這樣衝撞 噴水 了不起就是跟我噴噴水 那反正你怎麼噴 我就是會來 然後我每次都找攝影記者來 對 然後我再找日本人來 再找美國人來 然後看你怎麼弄 然後他就越來越肆無忌憚 就他把你的這種 善意 的節制 克制 希望我們用談判外交 顧權大局 思考到兩國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你是軟弱的 你不敢 所以他就為所欲為了 我覺得有的時候 這個就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蒼蠅 就是說假設 你今天看蒼蠅這樣飛過來 你就這樣一拍 他就一直來 他就一直來 你如果這樣 這樣 然後沙松劑 噴完以後 他就不敢來了 我覺得有的時候就 那你說 那攝影背後的那個老大呢 你就說那就試看看嘛 我的底線就是這樣啊 對 那老大 那坦白說 美國人敢打嗎 美國人敢跟你保證不敢打 那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解放軍 很多人就問說 那就是你為什麼一天到晚 要鼓勵這個解放軍跟美國人打 那觀眾朋友 你如果只敢打弱的 打小的挑軟柿子吃 坦白說 沒有人會瞧得起你 你挑了最強硬的打 一旦把他打倒了 大家對你都敬畏三分 對沒錯 你不怒 就自然就有威了 可是問題就在於 現在的情況是 解放軍的練兵 其實的強度就是 專門對著美國的強度來打 而美國事實上 在跟解放軍遭遇的時候 其實從來沒有討到好處 最近那個殲-20就擊退F-35 是的 那就代表什麼 中國大陸是可以打的 那因此 對於菲律賓的動作 事實上就不需要太過度客氣了 那也就是說 該逮捕的就該逮捕 該移送 你把他逮捕抓上船 用直升機 把他運回這個島上 然後再用飛機運回中國 然後經過審判 然後他如果不來訴錢 不來那船就沒收 人員就進監牢 那一旦他來訴錢的時候 就是來訴毀的時候 他就承認那塊地方是你的 就這麼簡單 日本當初就是這樣對台灣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很多的時候 那就是看你本身有沒有手段 對 中國大陸 因為都是有戰略定力 希望你菲律賓 不要真的不斷的衝撞 賴老師比喻蠻好說 就像蒼蠅一樣 你沒有給他用硬招的話 他真的會很煩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尤其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鐵線膠 鐵線膠你是兩度來衝撞 鐵線膠距離綜藝島只有5公里 距離主壁礁 可是20公里是非常的近 中國大陸這次不成的航母 好 3月21號的時候 一開始 34名的菲律賓科考人員 到了鐵線膠上面 然後當時呢 中國大陸也有呢 這些人員進巡 剛才這個照片沒出來 中國大陸也有上去 這是21號的時候 但是呢23號的時候 菲律賓又再次用科研的理由 登上了鐵線膠 這次日本也有參與 但重點來了 中國大陸的什麼 直八被捕捉到了 直八在鐵線膠的上面 低空飛越大概5分鐘 直八從哪裡來啊 直八它可能從 是071的27攻擊艦上面來的 或075的一個登陸艦 一個攻擊艦 可能是071或075上面來的 日本人憑什麼可以上去 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經過中國政府的同意 怎麼可以踏上中國的領土 所以我覺得 當然要用直升機器驅趕嘛 當然要把它吹走嘛 我覺得對於這些國家的人 尤其對於這個日本人 要查清楚他究竟是誰 還有對於這些菲律賓的人 都要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我覺得只要無理的 侵犯中國的領土 全部都要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那他跟他的家屬 跟他的所屬的企業 都要列為不受歡迎的企業 要有鐵碗 如果你今天沒有制裁的辦法 這些人就敢服作非為 對 所以呢賴老師說 你真的不用重手的話 可能菲律賓跟日本 或者是背後的美國 可能會繼續認為說 你也不會出手嗎 好 你看看菲律賓這個局勢 為什麼是說你沒有出手的話 真的會變成既定事實 講的就是我們的痛 中葉島 中葉島當年是我們中華民國 所駐守的 菲律賓強戰之後呢 美國爸爸說 你不能搶回來喔 就這個中葉島就變成菲律賓的 上面還有駐軍等等 還有小孩等等 好 你可以看到 中葉島是菲律賓侵戰 中華民國 中國的島礁當中最大的 然後呢其實這邊 在距離鐵線礁 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 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 目前我們還一直堅持說 南海共同行為學員 對 那但是問題就在於 菲律賓不理會 那我們要不要繼續堅持 現在看起來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通過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菲律賓鬧啊 對不對 那所以是不是中國 就應該把鐵線礁佔領了 先佔鐵線礁 就在那個地方 開始去催田了 那也就是說 開始把它 越田越近的時候 就準備 去把它整個圍起來 圍中葉島就對了 對這個就是我常常 一直主張的 人愛礁就開始催田了嘛 把它整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 一個基地以後 那上面有導彈 有雷達 然後有機場 然後有更深的港口 船艦 都各類型的船艦 都可以停泊 而它形成一個很巨大的 一個基地的話 那你想想看 它的力量就更強大嘛 我覺得很多的時候啊 對於這些瀟小的國家 真的是過度的克制 它會把你當軟弱 克制被當軟弱 所以呢 中國大陸這邊 賴老師說 這個仁愛礁 你破船在那邊放二十幾年 我們這個定律 中國大陸的定律真的很強 等了二十幾年 你如果其他 像俄羅斯的話 絕對不會給你這麼客氣了 以前你弱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只好忍耐 可是你現在有能力了 對 你現在不是病 你不是沒有實力 對 好 所以你看仁愛礁 也可以把它催田起來 鐵線礁也可以催田起來 你再去整補啊 你再來啊 那你真的是會認慫 你來整補 然後機關槍對著你 你敢來嗎 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其實有底氣 就講的是什麼呢 中國大陸早就有三角戰略 這個三角戰略早就建好了 美濟島現在也是 中國大陸南沙最大的島嶼了 六平方公里 港口機場通通都有 去仁愛礁也很方便 更別說 殲16已經進駐到了永興島 永興島在這邊 然後其實呢 還有包括殲16 它是先進的淡化家 有緣相控雷達 探測距離200公里 還可以放霹靂15 英級83 英級91 這些它有很大很大的武器 有12個掛點 然後呢最大載重12噸 其實就等於轟6K的載彈量 所以呢它有重磅武器 在南海這邊 美國真的敢來嗎 美國當然不敢 美國人只會秀肌肉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 美國在戰後到今天為止 它已經沒有跟 跟它同等量級的國家打過仗 我們更嚴格的來說 美國幾乎從來沒有跟 它同等量級的國家打過仗 二次大戰 我們說美國有參戰 一次大戰說美國有參戰 可是一次大戰是在於 當時的德軍打到筋疲力盡的時候 二次大戰的時候是在德軍跟日軍 也打到筋疲力盡的時候 美國人才參戰 二次大戰之後它打的韓戰 也就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中國的武器裝備跟美國 不是同等量級 而美國打的灰頭土臉 對 越戰的時候也不是同等量級 美國也打的灰頭土臉 沒錯 現在解放軍難道比當時的紅軍 還要弱嗎 不是 我覺得武器裝備各方面都更精良 不是嗎 對 而且中國大陸 在剛剛講的這些戰場 都是中國大陸周遭 就算東海 台海或南海 都在東中國大陸的導彈的範圍之內 美國真的沒什麼優勢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我希望你也請按照 入評室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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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